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春节六天廉假了 气象局公布天气预报 明天晚上到周五除夕 会有另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 天气会转冷 不过除夕到初二冷气团减弱 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天气依旧冷嗖嗖 强烈大陆冷气团从今天白天开始减弱 但明天晚上又有一波冷气团接力南下 加上水汽偏多 三千公尺的高山地区有机会降雪 会一直湿冷到周五除夕 从除夕到大年初二 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 温度也会明显回升 很适合全家出游走春 除夕当天的白天开始 温度就会开始回升 因为冷气团就减弱了 那这样子回升的趋势 会一直持续到大年的初二 气象局表示 二十七号除夕到二十九号大年初二 北部白天高温可以回升到二十四度 中南部则可达二十七度 仍需留意日夜温差大 而三十号初三到二月一号初五 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到时北部东北部天气又转凉 温度也会略降两三度 三十号会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北部跟东半部的迎风面下雨机率会再度的升高 同时北部东北部地区的天气也会转凉一些 气象局提醒民众春节廉假期间天气变化迅速 尤其二十八号初一到二月一号初五收假日 离岛的金门 马祖及澎湖容易有局部物发生 影响能见度 因此往返离岛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交通资讯 记者 蓝水美蒋龙翔 台湾报道